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内发现两处血迹 一个男人的名字让他反应不自然 另一个男人从酒店21层坠亡 两份DNA比对结果一致 作案动机说法不一 两年时间我都还了十万块钱了 十几万块钱 十几万块钱就是买好的东西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妻子的秘密 这一块实际上是不大的 2012年元月19日晚 四川省三台县公安局的侦察员在县城的一条街道上发现了一辆可疑的汽车 除了后座上的血迹 侦察员还在车子的后门处发现了一处血迹 后门的这处血迹 侦察员认为是经过一个物体渗透过来的 这是一辆新车 车内的塑料膜还没有完全除掉 但是让侦察员困惑的是 车子后排坐下的脚垫却不见了 我们看见它都是塑料的 塑料的 塑料 它没有那个脚垫 侦察员认为 后门处的这块血迹 很可能就是透过脚垫留下的 而消失的脚垫上 应该有更多的血迹 应该沾附有大量血迹的脚垫 确实了 除了血迹和不见的脚垫 车内异常的还有这副吊坠 原本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吊坠 有个吊坠 现在我发现它在手刹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吊坠 这个吊坠 从心目上来看 我们发现它吊坠 它有个断头 这个断头是一个拉扯的断面 而不是说用剪刀一类的东西 或者小刀割断的 非常整齐的 比较毛 比较非常毛躁的一个断面 附近居民说 这辆车子已经在这里停放三四天了 一直没见过车的主人 那么车的主人去哪了呢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扯断的吊坠 擦拭过的血迹 这些都让侦察员们做出了初步判断 这辆车里发生过打斗 不过这个车是谁的 司机去了哪 血迹是谁留下的 这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这个时候 侦察员想到了前几天 一个女人报的案 报案人叫谢荣 是三台当地人 她来报案 说丈夫开车外出 一夜未归 无法联系 很可能是出事了 那眼前的这辆车 会是谢荣丈夫的吗 经过辨认 此车正是报案人 谢荣丈夫的 谢荣的丈夫是一名黑地司机 2012年元月15日 下午快五点的时候 她接到了一个轿车的电话 说是要跑一趟延亭 延亭是三台的林县 离谢荣的家五六十公里远 正常一个来回 也就二三个小时 丈夫应该在晚上七八点钟 就可以回家 等到晚上十二点 丈夫还没有回来 手机打不通 谢荣再也坐不住了 叫上家人和朋友 一起外出寻找 可一直找到天亮 也没有找到 没办法 只好报警 在丈夫失踪的这四天里 谢荣揣测过丈夫失踪的各种可能 如今车子出现了 人却不在 还有血迹 丈夫会去哪儿呢 经过检验 车内的两株血迹 全是谢荣丈夫的 看来 丈夫凶多吉少了 谢荣期盼着有奇迹出现 三天之后 期盼落空 丈夫的尸体被发现了 当时的现场 应该在 在这个 这个 下边 下边 那个地上 地上 下这个 河滩上面 对 血容丈夫的尸体 是在一条马路的 古坡下被发现 古坡下 杂草有七八米高 路面上的行人 很难看清底下 谢荣丈夫的尸体 是一位 下坡去钓鱼的人 无意中发现的 当时的脚 是靠在这个 这个 坎上的 脚朝上 对 头朝下 对 谢荣丈夫的双脚 没有穿鞋 袜底很干净 这说明 脱鞋之后 谢荣的丈夫 没有自主行走 是死后 被人抛弃到这里的 而和尸体在一起的 还有车上 失踪的那块脚垫 脚垫上果然布满了血迹 再结合车内的两处血迹 侦察员认为 谢荣丈夫死亡的第一现场 应该是在车内 那时候去往下 就是感觉一切都完了 啥都没得了 谢荣今年32岁 丈夫比他大6岁 两个人 予有一个女儿 女儿今年都10岁了 在读小学 虽然家住农村 经济条件并不宽裕 但是一家三口过得平凡而知足 现在丈夫走了 这个三口之家也随之坍塌了 一个普通的跑黑低的司机 怎么就会遭此毒手呢 这是一起突发的抢劫杀人案 还是有预谋的谋杀案 三台县公安局对此十分重视 他们成立了专案组 侦破就从发现尸体的现场开始 那么在经部的话 我们没有看到有两处索购 这个索购来就是说 应该是比较 就有一定的偶人性的 酸素人的东西 内经所指 谢荣丈夫身上的伤痕 主要有两处 一处是面部被物体击打后 留下的肿胀伤 一处是颈部的两道索痕 法医检验得知 致死谢荣丈夫的 正是颈部的两道索痕 谢荣丈夫是被人勒死的 而从这两处伤痕的位置来分析 侦察员认为 作案者不可能是一个人 他的伤 我们结合尸检的情况 已经看见 他在颈部以及面部 侦察员分析 谢荣丈夫当时 应当是坐在驾驶座上 颈部的两道索痕 是后座上的嫌疑人 用绳索勒住 谢荣丈夫的颈部所指的 而面部的击打伤 很可能是他平行位置的人 迎面击打所指 这说明 副驾驶座上还有一个人 如果说副驾驶 如果没有人的话 那么他的双手 按照常理来说 就是说 一个自保的行为 他都会去拉笋子 拉他 就是说勒紧的一个笋索 但是我们发现 他手上是没有的 在车上 被两名嫌疑人勒死 那这两个行凶者 是什么人呢 专案组首先想到的是抢劫 第一 谢荣丈夫出世那天 是2012年的元月15日 离春节只有七天 春节前是抢劫案 频发的时间 再有一个 谢荣丈夫身上 随身携带的腰包不见了 里面装有现金 手机等物品 但是一调查 专案组认为 抢劫杀人的可能性很小 谢荣丈夫出门之前 将整钱都给了妻子 身上只留下了 几十元钱的零钱 现场最值钱的 就是那辆微型面包车了 这是半年前 谢荣他们花三万块钱新买的 最值钱的车子没有开走 这不符合 抢劫图材者的作案 作案动机 另外受害者的尸体 和车辆被分离 也不符合 抢劫杀人的作案特征 作为一般的抢劫案 他出差的目的 那么我只图 只要把钱拿走了 可能我连车连人一起 就丢弃在一个 僻静的地方 因为他杀害人的时候 应该也是选择 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 他完全可以把车子和人 一起就丢在现场 然后就自己逃跑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是先把尸体抛了 然后又把车停在另外一个地方 这我们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应该熟人的做 就是认识他的人 作案的可能性还要大一些 尸体和车辆被分离 侦察员认为 作案者似乎是想掩饰 他的行凶行为 而对行凶行为进行掩饰 是报复性杀人的作案特征之一 专案组认为 谢荣丈夫的死亡 应该是熟人之间的 报复导致的 而熟人的报复 又分为情感纠纷和生活矛盾 谢荣的丈夫出身贫寒 未成年 父母就双亡了 十三年前 已经二十六岁的他 还没有成家 后来竟然介绍认识了谢荣 在和谢荣认识三个月之后 他们就结婚了 谢荣是家里的独生女 丈夫的父母又芳芒 因此结婚之后 丈夫就到插门 做了上门女婿 正是这样的身世 让谢荣的丈夫为人低调 生活中很少和人有矛盾 专案组调查了谢荣丈夫 婚前的老家和婚后的新家 排查走访了数百人 没有发现 他和谁有很深的矛盾 感情方面的纠纷 更是没有 因为这么多年 他被妻子谢荣 意义之是恩爱有加 感情纠纷和生活矛盾 这一块的排查 没有什么结果 所以这个案子目前看上去 既不像是突发的抢劫杀人 又一时找不到蓄意杀人的作案动机 在这个方向的侦查遇到了阻力 这个时候 受害人的妻子谢荣 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 她说出事那天 她丈夫接到的那个叫车的电话 好像是一个熟人打过来的 这给侦查员提供了新的思路 谢荣说 丈夫当天是接到一个去延庭的轿车电话才出去的 然后就失踪了 专案组认为 那个轿车人十分关键 通过谢荣丈夫的手机通话清单 侦查员找到了那名轿车人的电话号码 可是反打过去 那个号码已经停用了 一个熟人的电话 为什么这么快就停用了呢 侦查员觉得十分可疑 赶紧调去了那个叫车人的通话清单 结果让人诧异 打了三个电话 这个电话就是这个 这个卡打第一个电话 打第一个电话就是3点19分 3点19分 1086 是客户电话 是移动公司的 移动客户电话 那这个15号 当天 7点46分 你看通了1分58秒 这个号码就是 这个电话应该是打电话去叫车的电话 叫车这个电话 叫车人使用的这个号码 总共只打过三个电话 并且这三个通话记录都是在谢荣丈夫遇害的当天下午发生的 随后这个号码就停用了 叫车人的这个电话号码总共有三次通话 除了打给谢荣丈夫叫车的这个之外 另外两个 一个是打给电信公司客户的 一个是打给北京地区的 而北京的这个电话号码并不一般 据了解 北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一家公司的电话号码 这家公司对外声称能够帮人删除通话记录 虽然叫车人的通话记录并没有被删除 但是一个只在作案当天使用过的电话卡 使用者还试图删除原来的通话记录 侦察员认为这个叫车人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可如何能够找到他呢 通过查询 叫车人的这张电话卡是案发之前 三台本地一个报刊亭出售的 报刊亭并没有登记购买这张电话卡的人的任何信息 侦察员注意到 这家报刊亭位于三台县长途汽车站附近 人员来往十分复杂 希望通过电话卡渠道查清叫车人的身份 难度很大 交车人一时难以找到 但是嫌疑人是一个熟人 这一点越来越明确了 并且通过勘察 这个熟人或者他的同伙 还是一个会开车的 这样坐着看 他的档位 停车的时候是吃着一个碰到他们 然后他手上是提起来的 也就是说在如果说就是一个一个案件来说的话 它是一种习惯 习惯性的行为 而不是他刻意的一个行为 所以说我们认为他对驾驶技术应该是非常熟 为此 专案组围绕熟人和驾驶技术贤熟这两点 对受害人的社会关系重新展开了排查 可是一段时间下来并没有发现明确的目标 由于受害人是跑黑车的 交际范围比较广 熟人很多 专案组试图从熟人和会驾驶这两点 获得突破 很是困难 一名黑车司机被害 以为遭人报复 一个人的名字让死者的妻子感到不自然 他就往一边 就往一边 一个中年男人跳楼自杀 就在这个车的位置 这老上 21 21是接下来的 遗言只有三行字 就是很困 很困 妻子的秘密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案件的侦破一再受阻 侦察员们也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他们从侧面了解到 死者生前跟他的妻子谢荣 曾经在成都打工过一段时间 那会不会是他们在成都打工期间 跟什么人结了仇 遭致报复呢 侦察员们又一次找到了谢荣 想跟他打听更多的他们在成都生活的情况 可没想到一提起成都 谢荣的反应就很不自然 谢荣和丈夫原来都在成都郊区的一家床上用品加工厂打工 一直到2011年夏天 两个人才辞职 回家买了这辆面包车 跑起了黑车 但是等侦察员和谢荣了解成都提到一个人的时候 谢荣的反应很是异常 成都那家床上用品工厂的老板 名叫陆家良 是一个浙江人 今年53岁 为什么侦察员在谈到陆家良的时候 谢荣的反应会是这样的呢 他为什么要把话题故意岔开呢 他在回避什么呢 在侦察员的追问下 谢荣说出了一个秘密 这个声音就非常伤心 但是我显得这样起来 如果他到床里那么回复起来 他的省界后 他跟人外来的省界练接一些的话 就是那个 遇到过的神经之后 就是反正是青史的形状了 这对不对 住在现在这个地方 谢荣说 丈夫虽然对他很有感情 日常生活中对他很好 可是在一个问题上 两个人是有矛盾的 丈夫没读过什么书 受老思想影响很严重 一心只想要一个儿子 可多年来一直未能如愿 谢荣说 谢荣说 这个时候有一个男人走进了他的内心 老板陆家良的关心 让谢荣让谢荣的内心起了涟漪 而老板陆家良似乎对他很有意义 经常对他嘘寒问暖 这样一来二去 两个人终于突破了底线 谢荣说 他对这段婚外情 确实内心有些纠结 他曾多次想摆脱可每一次又无力挣扎 事情就这样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对丈夫不满又有婚外情 侦察员将视线落在了谢荣身上 可是通过对谢荣在案发前后活动轨迹的调查 谢荣并不具备作案的时间和条件 排除了谢荣 那他的情人老板陆家良呢 侦察员赶赴成都 找到了老板陆家良 他先个字炒的就是出事啥子出不来的 就这样 出事比较欠缺一点 跟我吵架 跟别人吵架也有吵过的 吵架 吵架厉害不 不是很厉害 不是很厉害 他老婆好 他老婆 老婆用着跟别人吵架 他老婆又劝他不用吵架这样 没有大目的 没有大目的 当我们对老板陆家良进行调查的时候 老板陆家良非常配合 什么情况都如是反应 老板陆家良面对侦察员的到来 表现得十分自然 言谈之中 并不回避他对受害人妻子谢荣的喜爱 通过调查 案发时 老板陆家良回浙江过春节了 并没有在四川 同样没有作案时间 专案组初步排除了陆家良的作案嫌疑 不过 在陆家良的这家小工厂里 有一个人让侦察员觉得十分特别 为了寻找矛盾别 侦察员对陆家良这家工厂的工人 进行了逐一的排查 其中包括一些已经离职的 有人提出 两年之前 他们厂曾经有一个叫阳林的货车司机 和死者曾经是同事 不和嫌疑人是熟人 又会开车这两个条件 可是 杨林自从两年前离职之后 和常理人就失去了联系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杨林今年四十五岁 是四川省中江县人 消失了两年多的杨林 看起来和案件应该毫无瓜葛 可从严谨的角度出发 侦察员并没有放过这条线索 他们跑了一百多公里 去了一趟杨林的老家 老家的人都说 杨林已经十多年没有回家了 村里也没有人和他有联系 侦察员寻找杨林 没有结果 货车司机杨林没有找到 不过警方了解到 杨林虽然跟死者认识 可是他们两个人关系很一般 也没发生过什么冲突 所以杨林没有作案动机 就在侦察员准备将杨林排除在外的时候 网上的一则消息 使案情出现了转机 原来警方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 说2012年2月2日上午10点多钟 也就是谢荣丈夫遇害后的第17天 一名中年男子从成都市一家酒店的楼上坠落下来 砸在了楼下的一辆汽车上 经抢救无效死亡了 令人蹊跷的是 这名坠落身亡的中年男子也叫杨林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我们找那个杨林 我们找那个叫杨林 我们就跳楼里叫杨林 是不是我们要找这个人 就觉得很奇怪 主案组和成都警方取得了联系 经合适 从酒店坠落的那名中年男子杨林 正是主案组四处寻找的那个杨林 那么杨林怎么会突然从酒店里坠落呢 成都警方曾经对他的坠落原因进行过调查 当时就从这 就在这个车的位置 这个牢上 多个城 21 21只掉下来 对 当时这还有树 然后树给他挡了一下 当时这个有个树是吧 对 当时这都有树 树要挡了一下 然后就掉到 就这个车的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对 另外一台车 然后掉在他的顶棚上 然后顶棚给他又挡了一下 然后他在 对 然后又 然后到地上 据成都警方调查 杨林是头一天晚上入住这家酒店的 酒店的登记记录显示 入住只有杨林一个人 警方曾经调取过这家酒店的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显示 那天晚上并没有外人进出过他的房间 打斗挖各方面的那种痕迹都没有 事件结果证明除了坠楼伤亡 杨林身上没有发现其他的伤痕 综合分析 成都警方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认为杨林是自杀 杨林为什么要自杀呢 警方看到了他留下的一张纸条 上面只有三行字 生活压力太大了 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了 我对不起爱我的人 对不起我爱过的人 那杨林的生活到底遭遇了什么压力呢 我们见到了杨林的表弟 杨林的表弟拉安乐介绍说 杨林为人活络 自从十几年前从老家出来之后 先是在成都的那家床上用品厂拉货 后来在成都市区跑出租 收入一直不错 几年前还在成都郊区买了房子 儿子今年也已经二十岁了 还参加了工作 爱人也在打工 他不知道杨林生活的压力来自哪里 而杨林的爱人在接受警方询问的时候 也说不清楚杨林自杀的真正原因 虽然杨林的确是自杀 但是他毕竟和当初专属掌握的嫌疑人和受害者相识 并且会开车这两点是符合的 从严谨的角度出发 专案组提取了杨林的血样 之前侦察员在死者的车上 发现了一个陌生男子的DNA样本 专案组将杨林的血样送件 然后和现场提取的那个男子的DNA样本进行比对 结果大出人们的意料 杨林的血样DNA和侦察员从谢荣丈夫车辆上提取到的DNA样本 比对结果一致 这说明自杀之杨林曾经开过谢荣丈夫的车 黑车司机被害案取得进展 重大嫌疑人杨林被锁定 帮凶自称只是帮忙 老板陆家良却说了谎 杀人动机让人错愕 妻子的秘密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案发第三台离成都市有300多公里远 杨林此前一直生活在成都 他为什么会在案发前突然就去了三台 还上了死者的车呢 杨林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但是杨林跟死者没有发生过冲突 他没有作案的动机 他为什么要痛下杀手 现在杨林死了 这些疑问他都回答不了了 可是在前期勘察现场的时候 专案组断定当天作案的人应该是两人或两人以上 虽然杨林跳楼自杀了 可他的身边一定还有他的同伙 这个同伙会是谁呢 我们在查杨林通伙记录上又发现了一场情况 联系非常平安 这个号码 请我们调查 就是他的表弟 让安乐所持有 拉安乐就是我们之前曾经采访过的杨林的表弟 经过一番侦查 专案组发现杨林的表弟拉安乐在案发前一段时间和杨林联系十分频繁 并且在案发的那天杨林和表弟拉安乐一起来过案发第三台县 表弟拉安乐有很大的嫌疑 侦查员找到了他 通过审讯 拉安乐承认他和表哥杨林杀死了西野荣的丈夫 拉安乐说 2011年10月份的时候表哥找到了他 说有一个人对他威胁很大 不杀掉他 他的日子不能过 他要求拉安乐帮他去杀掉这个人 当时起码等了一个多月一个月 都没找过没有联系 没的时候没的时候 然后过后他还是找了我必须还能去帮他 他只应该知道这个事情 那个忙必须要帮他 不然他活不了 拉安乐说 他是在表哥的反复劝输下才同意帮他杀人的 为了方便作案 表哥杨林事前来过三台县材点 还特意买了一张电话卡 案发那天 他和表哥杨林一起来到了三台县的林县 延庭县城 表哥杨林用专门的电话卡 以轿车的名义将受害人骗到了延庭 拉安乐说 由于表哥杨林和死者相识 死者对他们没有任何的防备 当天他坐后座 表哥杨林坐副驾驶 到了晚上七点多钟 正至隆东 天已经很黑了 在一处偏僻的地方 杨林以上厕所的名义将车叫停了 然后从包里拿出了砖头 突然猛砸死者的面部 拉安乐说 死者的脖子被勒住之后 很快就昏死了过去 表哥杨林怕他没死 又在他的脖子上勒了一分多钟 确定死亡之后 他们一起将死者的尸体 抛在了公路旁 然后开着死者的车 回到了三台县城 一弃了车辆之后 他们打了一辆出租车 离开了三台县 拉安乐和表哥杨林是老乡 一直在成都踩人力三轮车 他说他当时只是出于帮忙 并不清楚表哥杨林 和死者之间的过节 表哥杨林也没有向他做过过多的透露 我也不清楚他那些 不问他他就不说一句 他说你不要问他 你必须死 不要问他 他必须帮他 杨林死了 帮凶虽然抓住了 可他也不知道作案的动机 杨林为什么要杀人 他杀人之后为什么要自杀 杀人行为的背后 到底有没有第三人在指使 警方不得不对杨林生前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 结果他们发现杨林在杀人之前经常跟原来工厂的老板陆家梁通话 而这些通话显得有些异常 在案发前一个月 杨林突然与老板陆家梁之间 就有非常频繁的电话通话 而在这之前 就没有杨林跟多了八字架 就几乎是没有联系 专案组之前寻找杨林的时候 老板陆家梁说自己和杨林没有取得过联系 但是电话显示 两个人联系频繁 而且就是在作案之前 专案组认为老板陆家梁有重大嫌疑 于是传唤了他 没想到这一次陆家梁很快就承认 他就是幕后操纵这起谋杀案的人 而他这样做是被逼无奈 有一次一次 就是那些东西不用说都没有用了 我已经 我这方法是一步一步 等得认太好方法的 不是说 说这些也没有用 老板陆家梁说 他和谢荣的婚外情并不是真感情 而是被死者和谢荣两个人设局给害了 他说2009年4月份 在谢荣的引诱下 他第一次和谢荣发生了关系 没想到事后谢荣的丈夫就找上了门 要求他出钱摆平此事 他说你们两个人把我老婆带出去 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就这样来了 这样我就心里也害怕了 就这样了 陆家梁说 出于无奈 他第一次给了谢荣和丈夫三万块钱 可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 在随后的几年里 他陆陆续续被谢荣夫妻敲诈了十几万元 这让他感到深深的恐惧 有一次 在外面吃饭时 他遇到了原来的司机杨林 就跟家里面摆了 我遇到一个情人 两年时间我都花了十万块钱 我说 他有可能还要向我接 杨林原来在厂里上班的时候 老板陆家梁对他十分关照 杨林对此十分感激 当听到老板遇到麻烦的时候 杨林就表示 愿意帮老板摆平此事 于是 陆家梁出资二十万元 请杨林将谢荣丈夫杀掉 以决后患 这才有了凶案的发生 一下子五度了 这也没法 没有回答路了 反正 我只要 好好改造自己 陆家梁这个受到威胁 被逼杀人的说法 侦察员并没有在受害人妻子谢荣那里 得到印证 那就随便踏了嘛 随便踏了 这跟真的无聊 你觉得是和你存在吗 那你得超到哪种上来 觉得旅上要点钱吗 卡了钱吗 就是我跟他做了今天就是两个人一起 我跟他属于这种关系 就给他信价钱给我 就是比如吃点饭啊 比如什么好点啊那种 那都是信价钱的事 那你就敲诈没出来 他说你得好 我一天就要点钱 敲诈他那钱 那他没投了啊 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谢荣否认自己和陆家梁在一起是为了敲诈 他说他和陆家梁在一起 除了一些正常的开销 很少和他提到钱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从内心来说 对陆家梁还是有好感的 唯一一次是陆家梁以看病的名义 给他一万块钱 他给我的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 他是因为我身体嘛 每年留下的时候 他跟我去医生器 他但是我还送陆家梁 我表他说 我给你拿 他说 我不是有个那个邮政出息 我看来 他说我给你存在告诉你 那些没有 我吃一张四郎 他说 那他太聪明了 他说话太尖了 四几万块钱 四几万块钱 不买好的东西 另外 谢荣表示 丈夫对他和老板的事 压根不知情 他和老板有第一次关系之后 他深感内疚 曾希望丈夫 能够带他离开这家工厂 离开陆家梁 为此 他还曾侧面提醒过丈夫 可是丈夫毫无知觉 而死者的哥哥也认为 老板陆家梁的这个说法 很是荒唐 弟弟家虽然并不富裕 可他们两个人在外打工 每个月也有两三千元的固定收入 弟弟怎么可能拿妻子和自己的清白 与别人做交易呢 双方各持一词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侦察员对这两种说法分别进行了调查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侦察员认为 陆家梁那个被逼杀人的说法并不可信 陆家梁曾和侦察员提到过 他的另外一个作案动机 这是警方当时的原始录像 陆家梁说 他内心确实一直很喜欢年轻漂亮的谢荣 所以平时对他十分关心 而谢荣的丈夫没读过什么书 对妻子十分粗暴 这给了他可乘之机 我老婆死了 以后我家有这个相网 就以前没有这个相网 刚开始 他只是将和谢荣的关系作为一种消遣 可事情到了2011年 他的结发妻子因癫痫发作突然死亡了 53岁的他成了单身 对谢荣喜爱有加的陆家梁 就提出希望谢荣能够和丈夫离婚 和他在一起 并愿意支付20万元补偿款给他丈夫 可是他的这个提发被谢荣拒绝了 因为我觉得老婆没钱 他跟那个旁边共互 他也没得啥提倡 要张下也不要痛 没得啥提倡 又没得他钱的 如果我看日本的地方 我说老婆的气质还挺可怜 我说如果老板在有钱 有钱没钱 我活得好 我身边睡着 所以不踏心 所以可以留下 我说我不得留下 被拒之后 陆家梁的占有欲没有得到满足 却迅速膨胀了 2011年10月的一天 他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遇到了原来的司机杨林 经过一段时间的谋划 两个人达成了协议 由他支付20万元 杨林负责杀人 陆家梁的这两种作案动机 侦察员认为 后面殷勤杀人的动机与事实更为吻合 也更加可信 前面那个受到敲诈 而被逼杀人的说法 是陆家梁想替自己开脱而编造的 陆家梁的作案动机清楚了 而杨林的跳楼自杀 其实并不是受了什么生活的压力 而是和这个案子有关 据陆家梁说 当侦察员到他们工厂调查的时候 他就通知了杨林 杨林感觉事情快要败露了 这让他感到很是后怕 整天整夜都无法入睡 这让杨林痛苦万分 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 他选择跳楼自杀 得以解脱 目前陆家梁兰勒两人 由于涉嫌故意杀人罪 已经被捕 因为自己的一段婚外情而引发了悲剧 谢荣感到深深的后悔 丈夫离开之后 家中的老父母和年仅十岁的女儿 这副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他一个人的头上 为了生计 他不得不再一次外出打工 生活对他来说将会是更加的艰辛 我觉得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位女性 其实也是一个很悲剧的 或者说是作用者 李梅锦教授认为 谢荣生长于相对封闭和落后的农村 内心已经形成了相应的基本观念 外出打工来到了大都市 丰富的物质和开放的观念 对他内心的基本观念造成了冲击 这会让他迷失 而正是这种迷失造成了他人生和家庭的悲剧 这个过程当中就从而导致了一个 就是你已经和人在一起了 然后引发了这段情感 然后现在你又想拒绝这份情感 所以从而导致对方出现这个心理 因此我觉得这个女性 实际上她也代表了很多女性这样的问题 李梅锦教授认为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提醒成千上万的进城务工女性 面对诱惑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今天 更要考虑自己的明天 不要随着感觉走 陆家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 达到跟情人长相厮守的目的 竟然故凶杀人 最终害人害己 幸福的感情应该是站在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之上的 缺失了这两点 感情再强烈也不会获得幸福 自然也就没有完美的结局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天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其他面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